因为我们南瞻部州的众生 有这些机会 所以我们才能修福修会 看第五 敬法情形圣道 会有善能供养尊重法师 注意听 这个不是要叫你给我很多钱 我没这个意思 我是身 但不一定是宝 我是一个很用功修行的出家人 但是我不一定有观世音菩萨 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你应该供养三宝 或供养大杯观世音菩萨 或供养释迦摩尼佛 他的意思说 会有人能够供养或尊重法师 尊重法师用心 以善知识做他的适者 或服侍他 或者以他的教诲去做 才最重要 接下来 会有善能见到如来精行处 或者是有人善能见到菩萨精行处 说有人善能见到辟知佛精行处 或见到阿罗汉精行处 为什么要用如来菩萨 辟知佛跟阿罗汉呢 请翻过来 目的是说他走过的路啊 值得你学习 不是说佛狗了 那我跟着他跑 师父走了 我跟着他比较有功德 不是 是说象征着常随佛觉 踏着佛所这条利益众生的成佛大道 所以你要尊重法 看科办 幻灯片 敬法 而且你要按照佛所做的情行圣道 这个才叫做如说修行供养 这个供养比你拿钱去供养的功德还要大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真的按照佛所说的道理去做 假如 举一个例子早了 现在你爸爸妈妈做生日了 请问小朋友要报答你 你怎么样会感觉很开心呢 给你很多钱吗 买很多礼物吗 对不对 当然呢 买一点礼物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可是呢 假如呢 你爸爸妈妈很吵心的话呢 很烦心的话 他是不快乐的 对不对 那你问爸爸妈妈 我们怎么孝顺你 一般爸爸妈妈都会说 哎呀 儿子女啊 你不要吵我啊 好好乖乖 做人 读书 你不要让我烦心就很好啊 是不是 真的天下父母都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但是 我觉得在形式上 中国人的喜气还是要包红包的 你知道吗 以前师父还没有学佛 都是很笨 有时候我出去啊 我的外婆啊 对不对 就跟我说啊 你常常出去啊 你从台北回来 有没有带礼物啊 不用那么客气啦 不用那么客气 结果有一次 我就真的很笨的 没有带礼物 然后他就一直问我 台北好吗 对不对 吃到东西好吗 问了半天是什么 原来我这次没有带礼物 所以表示他还是计较的 对不对 所以女人有时候 表里讲的是 表里不太如意的啊 对不起啊 在座女众不要生气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让爸爸妈妈欢喜 可以 可是礼物他心意 心意嘛 中国不是讲一句话吗 礼清情义众嘛 是不是 所以中国是有智慧的 所以你供养佛菩萨 也是这样 所以最重要 你要按照佛的道理去做 真正呢 好好修持 好好调伏自己的烦恼 好好从六道轮回里面 出得到解脱 最后存佛了 佛菩萨都会非常欢喜的 这叫做如说修行供养 接下来经文说 请看三十六页第二行 做事思维啊 难占不周啊 我们作为人呢 就是有福报 然后呢 可以修以上武装的事情 这个才叫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不是说 否定其他的宗教 或是教派或修行方法 人世间佛教 一直告诉你 人有苦跟乐 你作为人生 你就应该珍惜 因为有苦跟乐 所以你比较容易觉悟 所以苦是你的老师 所以在座所有的怜悠 你一生遇到的苦呢 就放下吧 对不对 不要苦永远放在心里 因为有苦 你才会觉悟 因为孩子有问题 才刺激你学佛 因为你自己生病了 你才会有精进修行 因为你遇到了障碍 你才会用功精进修行 所以苦的当下 是真的很苦 可是苦完了以后 你反而要感谢苦 所以四圣地里面 第一个讲什么 诸佛以苦为师 我前几天不是说吗 你不要看师父很年轻 很庄严 我脸上刻满了岁月的伤痕 你都看不到的 那是佛法把它消化了 真的 我若今生没有遇到佛法 我想我也是一个很 苦苦恼恼的众生吧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再看 第四段跟第五段 就经文讲完 一个段落 勿四 今生导引往生 好 当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恶鬼道 解决他的火焰 口渴跟饥饿以后 他就会为他说法 这里讲呢 依正法入圣道 是观世音菩萨加持他 他虽然是鬼 但是注意 鬼也是从人头胎的 所以他有佛性 他就去思维 说哎呀 我应该按照上面的 我科叛归纳的五类呀 然后来去学习佛法 这时候他们就会 身为忏悔心 接下来呢 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会手上献出 大乘庄严宝王经 这部经 接下来发出 Om Ma Ni Ben Me Hong Om Ma Ni Ben Me Hong 这经文 请看 勿四 今生导引往生 这时观音菩萨 手上呢 就会以神通力 出现大乘庄严宝王经 这个经文呢 非常的微貌 就像你的念佛记一样 可以出了非常非常多 无量无边 微妙的音声 这微妙的音声当中 当然最殊胜的是 六字大明咒的咒 咒音 所以称为万咒之王 这时候恶鬼啊 听到声音啊 就很欢喜 所以他们呢 就念 Om Ma Ni Ben Me Hong 那恶鬼本身 所执着的身剑呢 很强健 就像山峰一样 乃至于他的烦恼呢 像金刚柱一样 这么硬啊 因为六字大明咒的 大悲咒的 六字大明星咒的功德 一刹那 你的我值 也就消失了 你的烦恼 也像融化了 接下来破坏无语 注意听 一刹那之间 就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从地狱呢 所有这次恶鬼度的众生 成佛的时候 都叫做随意口菩萨 所以请你把极乐世界画起来 意思念六字大明咒 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经文的证明 好 接下来 好你看 就是看图片 就是莲花化身 所以从恶鬼道 可以一刹那之间 往生极乐世界的 地狱恶鬼出身 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他要过去学习佛法 要有善根 而且呢 在地狱恶鬼出中 当不管遇到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若你跟极乐世界有缘的话呢 你只要念 而且升起强烈的信愿心 观音菩萨不会送错 八大菩萨也不会送错地方的 所以他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 那六字大明星咒的功德 也是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的 好 接下来 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先让我讲完经文好了 不然 师父有时候讲得太发喜充满了 有时候会忘记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下一段 悟悟 悲心广度他方 事实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救了这个地狱之苦以后 他一刹那之间 以大悲神通力 又往他方世界 救度友情了 好 这一次讲座经文 我就讲到这里 还有些内容还没有讲完 好 接下来请看 换腾片补充的 我这次要讲的 请看 谱门品讲 既然我们修观音法门 各位也 读谱门品很熟 师父今天 今天最后一做 我有很多要供养 专心听 一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各位大家都知道 你想想看 你为什么灭不了你很多的苦呢 因为你心念都空过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有 四个力量 第一个 我先把它打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抄 第一个 要有清静的心 我们刚才说 说话 要有智慧 要以慈悲心 跟智慧心 与清静的心 与人互动 跟说话 你可以抄 抄这四个力 否则呢 我们说做一个佛教徒 我们有没有修行 常常要检查自己 不要动不动呢 就呢 脸红脖齿出的 用烦恼心 跟别人说话 当你自己心很不清静的时候 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你立刻要调整起来 你常常检查自己 能不能做到 失败了没有关系 要继续努力 失败了呢 就会学到一次教训 所以跌倒了没有关系 要爬起来 爬起来 要有很用功的勇气 爬起来 所以第一个 要有清静心 清静心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叫做真上力 真上力里面呢 就是呢 我们要学习佛法 了解佛法 你才知道 成佛这条修行的 的道路是什么 而其中最重要的呢 要常常发愿 清静善知识 什么是善知识呢 当然佛是最好的善知识 大悲观现音菩萨 大愿地藏菩萨 也是善知识 佛所讲的经文 南传北传 脏传都是善知识 但是在这里 我要鼓励大家 专心听 有很多连友都会说 师父我好苦好苦啊 我这么老了才听到佛法 我想学佛法 却没有人教我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的福德 因缘不够 所以你应该发愿 怎么发呢 注意听 你应该每天早上起来 不论在家出家 有佛堂 最好对佛堂 没有的话就对佛像 发愿说 我弟子某某某 希望能够常遇到佛 遇到文书 佛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 希望他们做我的老师 我也能够遇到 舍利佛尊者 目见连尊者 这些大阿罗汉 这些圣人呢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我希望像观音菩萨一样 世多千亿佛 所以 观音菩萨也在普门评讲 世多千亿佛 发大情愿 这个所以常常发愿的力量 就会让你增上 增上就是增强的意思 对不对 可见呢 我们要学习呢 善知识很重要 对不对 那假如你发愿 要求生极乐世界更好 为什么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连尺海会佛菩萨 都在那里 中国历代高僧的 净土往生路里面 也有很多人在这里 我们到了阿弥陀佛 佛国土呢 听闻佛法会比较容易 不像现在 现在为什么呢 要工作阿 要照顾家阿 要上班阿 有些比较深的经文呢 你古汉文又看不懂阿 所以这个世间的众生阿 老实说 常常为了生活 工作赚钱阿 休闲的障碍因缘 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所以你更应该发愿 发愿我生生世世呢 都应该呢 能够清净善知识 举个例子 你不要小看 清净善知识 有很大的功德 举一个例子 佛在世的时候 奇数己孤独猿长者 他是佛的大护法 他家里有两只鹦鹉 很能够听得懂人的语言 也会说话 那有一天呢 只要出家人呢 到这个奇数己孤独猿 他家 这个鹦鹉就会说 就会讲话 告诉奇数己孤独猿人员 说有出家人来了 要出家人来了 有一天 阿南尊者有事情 佛陀派他来 他到了奇数己孤独猿人的家里面 就看到说 哎呀 这两只鹦鹉好可爱 会讲话 对不对 还懂着人的道理 这时候还没有进去之前 阿南就生了一念的悲心 就站在门口 为他讲苦极灭道 试顺地 讲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当然他就进去了 见奇数己孤独长者呢 讨论事情 那这两只鹦鹉呢 都非常高兴 因为听到阿南 又看到相貌庄严 然后他听闻佛法以后 就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跳了干净呢 就出去飞出去了 结果半月没回来呢 不小心 黑暗当中 被院子的野兽给吃掉了 两个鹦鹉就死了 哎呀 阿南就听到了很难过 他就回去问佛陀 佛陀 请问这两只鹦鹉 我刚刚才为他说 是圣地 他跑去哪了 他说啊 他升到四天王天去了 他虽然都处生到 可是阿南你为他说佛法 他真正听进去了 因为这样的善根呢 所以他升到了四天王天 接下来到掏利天 夜魔天 他坏四大天 一直到天上 最后又再回来 到了一天 这一来一去呢 一共七次 最后他会投胎人间 出家修行 这两个鹦鹉都正到 辟之佛果 所以你看看 这个故事就是佛亲自说的 对不对 阿南才很短的时间 为两只鹦鹉 讲四圣地 结果他的果报呢 寿命尽的时候 他都可以升到天上 那请问各位联友 我们这一生 也清净过很多很多的善知识 我们也听闻了很多很多的佛法 但是对我们自己所学的佛法 真的要有信心 鹦鹉都能够升到天上 那何况人呢 所以 学佛是多生多节的 再看幻灯片 第三 坚固力 坚固力就是 我们修行 要有调伏自己的心 要发愿遇到善知识之外 但也要有智慧 远离恶友跟恶知识 因为我们在六道众生当中 我们讲一样迷一样百样人 你要度众生 众生里面呢 是很复杂的 假如你清净善知识很好 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 清净了恶友 或恶知识的话 这恶友跟恶知识 就会常常让你造恶业 造了恶业以后呢 然后呢 就容易呢 你修行的这个力量啊 就会退转 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大象的故事 有没有 大象的故事呢 把它放在庙旁边啊 对不对 他心就变很柔软 放在那个图柴掌旁边啊 他的心情就变残忍 所以可见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你要有智慧 远离恶友跟远离恶知识 你的心才会有坚固的力量 最后一个 精净力 也就是每天要想 这个礼拜 有没有比上个礼拜精净 今天有没有比昨天精净 明天要比今天更精净 早上下午晚上 从早忙到晚 我一天有没有真正 升起慈悲心过 关心别人 我有没有升起智慧心过 修自他交换 我对于自己 坚持要做的功课 可以少看一点电影 少逛一些街 是不是把它做完呢 答案是因为呢 生命真的很短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呢 你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了 对不对 所以精净力呢 是希望你 就业精净 不要空过 所以每当我讲经 最后一天 你说师父要讲 什么感谢的话 我有很多话要说 最后还是一句话 精净 精净 再精净 对 你会说要去做呀 这次为什么我苦口婆心 要念普贤行愿品 寄授 老实讲 我跟新加坡 也不知道 术是什么缘 是真的很有缘 我从2003年呢 有一年没有来 是因为创伤业精色 我苦口婆心 劝大家送普贤行愿品 有人给我念 可是大部分都没有念 真是我的心都碎了 我苦口婆心 讲的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这次要来之前 我有一天打坐 送完经的 有说 好 你不念 我带你念 所以我请大会 印了普贤行愿品的简轨 对不对 不要再跟师父辩了 你没有时间 骗笑 何况师父也不是笑 对不对 时间你跟我都是24小时 少逛一点街 少看一点连续剧 少看一点电影 你一定有时间的 先把你一个功课做完 你再出去做其他的事 所以精进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有听佛法 跟没有听佛法 有差别的 我下面讲个故事给你听 我今天准备很多的故事 佛灭度以后 在华社城里面 有一个婆罗门 因为他没有钱 就只好拿什么卖呢 人的骷髅 因为呢 在荒郊眼外 他捡了骷髅 他就卖 结果呢 这个没有人要买 这个婆罗门就很不高兴 就一气之下 你们如果不买我的骷髅啊 我就破坏你们这些商人的名誉 到处说你们的坏话 其他城市的人 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这样子呢 你呢 会影响你的经济繁荣的 乍听之下 这个婆罗门非常坏 因为他生意做不到 起真心了 这是有些呢 老板呢 就说 哎 不要管他 遥远止于智者 要买就买 不高 买就算了吧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佛教徒 他的心就不一样 他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好 我今天就来跟这个杰善员 他就拿一个同志的棍子 交给这个婆罗门说 来你试试看 从骷髅头的耳朵这样穿过去 完全穿过 那我就给你很多钱 给你买 假如穿到一半 我也买 但是钱少一点 如果穿不过的话 我就不买 那这个时候婆罗门就很生气 你这个人啊 要买就买 不买就算了 怎么这么挑剔呢 他说这不同 死的人呢 脑袋子刮嘛 都差不多 你为什么这么分别呢 这个是佛教徒 他说不同不同 能够呢 通过去的骨头啊 代表这一身 这个人前身是佛教徒 听闻过佛法 而且智慧很高 是有个道德的人 所以我可以买 如果穿到一半呢 那表示他听过佛法 但是对于什么佛法是什么呢 他糊里糊涂呢 他也不太想懂 所以他就跑了 这个呢 勉勉强强 我可以买 假如你这个铁都穿不了过去的话 这个人呢 是过去是不相信佛教 也没有听过佛法 那这个骨头是没有意义的 我花这个钱是浪费的 哦 这个佛罗门听了这个佛教徒讲了以后呢 好 有道理 就呢 真的很细心的呢 就把那个银做铜制的铁棍 就真的这样慢慢穿慢慢穿 哎呀 一穿啊 全部都穿了 而且呢 非常的 方便 这时候呢 这个佛教徒就买了 买了做什么呢 就把他供了一个塔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有修行的人 有听闻过佛法 有道德的人 所以这个居士呢 当时呢 他就供养塔 然后呢 也按照塔而绕 然后呢 最后这个人呢 因为跟这个佛罗门买的缘 有建塔跟绕塔的功德 将来他就升到天上去了 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呢 我们的脑袋瓜子啊 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脑袋的这个死亡以后 火化出来的这个骷髅头啊 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这个现在没办法测试 因为各位还活着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听闻头发啊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 玄庄大师 我智者大师 他的相貌 对不对 都是这边头盖骨 前面都都是隆起的 头脚真隆 圣人的相貌是不一样 佛是有肉继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昼夜精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有清静的心 有真上的心 有坚固的心 最后还有精进力的话呢 那这四个条件呢 都勇猛用功的话 那师父就要恭喜你 你这一生就真的没有空过一生了 没有空过一生的话呢 你就像我们今天点灯说一样 你贤结都会遇到千佛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 最后呢 我还是要想讲个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讲 修行是很难得的 但是修行也会面对自己的业力 注意听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比丘 叫做优婆斯 这个故事有点长 耐心一点 我尽量讲重点 他是怎么出家做比丘呢 因为他有个哥哥 他哥哥已经定了婚 但是没有结婚 后来呢 家里因为很苦 他就到远方的地方 去工作 工作以后呢 哥哥走了 糟糕未婚妻在家里啊 那怎么办呢 岳父就开始着急了 因为呢 老大不小 一年两年三年 哥哥都没有回来 我的女儿再不嫁出去啊 就变黄脸婆了 他就很紧张 这时候他就跑来这个家里 敲门呢 就问这个弟弟 你的哥哥不在 那干脆这样 你娶我的女儿吧 说不可以 不可以 他是我嫂嫂 我怎么可以娶她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是佛弟子 不可以这么做的 他说没关系吧 后来这个岳父啊 急出 麻烦出来了 他就突然呢 起恶心 做了一个动作 叫人呢 写了一封信 假冒他哥哥的名字 写了一封信来说 他哥哥死了 哎呀 结果呢 这个弟弟啊 因为手足情深啊 看到呢 这个哥哥死了 他放声大哭 非常的难过 糟糕 兄弟没有见面 这时候啊 哭完了很伤心的 第二天完了以后 岳父又来了 我说哎呀 很抱歉 听说你哥哥死了 对不对 这下你总要结婚了吧 这死缠烂打的最后呢 弟弟呢 就点头了 点头了呢 结了婚以后 一个礼拜呢 太太呢 就怀孕了 怀孕以后呢 结果呢 不小心 一个月以后啊 糟糕 哥哥回来了 哇 他没有恶心 可是哥哥回来 可是他听到 哥哥回来的那一刹那之间 他半夜呢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伤心 也很恐怖 就绕跑 他是王赦臣的伤人 就一直跑跑跑 跑到那 齐树挤孤独岩 他去见佛陀 他对佛陀说 佛陀你是大智慧的人 我心中充满了恐怖跟不安 我没有想到呢 婆哥哥还在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要占少少的便宜的 我是被迫的 所以佛用神通 观察这个人呢 是有善根的 就为他剃度出家 而且修四念处 他就非常非常的认真 在七天之内呢 他就挣到出国徐陀华安 在两个礼拜之内呢 他就挣到阿罗汉国 结果哥哥回来了 哥哥回来以后呢 亲朋好友呢 就想说糟糕了 你这下麻烦了 就劝这个女生要堕胎 堕胎呢 当然他也杀生了 就堕了胎 那哥哥的回来以后 知道以后更气 他说这小子 我手足情深的弟弟 我对他这么好 没想到呢 背叛我 我非要把他杀了不可 这时候他就拿出印度黄金五百两 还帖了公告 谁能够把我弟弟的头砍下来 我就钱给他 这是有一个人 他技术很好 可是他缺钱用 他缺钱用以后 他就找来 他就说 好 我帮你调查好了 你的弟弟现在 奇数级孤独猿出家了 那我们去一起找他吧 假如呢 我能够杀死他 你钱就给我 他说好 那我五百两环金 我先给你一半 两百五 另外两百五 你杀了以后再给你 好 他们两个就呢 连夜的偷偷跑到呢 奇数级孤独猿 这时候呢 幽婆斯比丘啊 正在树下打坐 他在思维佛陀讲的 四念处跟所有的经文 他们想要怎么杀他呢 用剑子吗 可是 这个杀手啊 就想 这个比丘很好 我怎么可以杀他呢 他正念就生起 另外一个念头说 你不杀他的话呢 你就拿不到钱啊 你要钱啊 你还是把 这时候他就是 控制不了自己的恶念 他就真的把剑拿起来 这样 咻的一声一杀 结果呢 哇 剑转弯了 杀到了他哥哥 为什么我待会讲 是因为呢 他的弟弟啊 是正阿罗汉国的 阿罗汉国有圣人 是不会呢 被人家伤害的 他有他的戒定会功德 所以可见 从这一段 一小段 你可以知道 杀阿罗汉是不容易的 那哥哥死后以后 怎么办呢 他死了以后呢 当然钱呢 还是被那个杀手呢 给拿走 可是那个哥哥啊 死了以后 他那个恨的心啊 非常的深 还是不放下 他还是要抱他弟弟的仇 所以就变成了蛇 蛇了以后呢 就住在这个 幽婆斯比丘的这个疗房 那以前的疗房 是木头的门 要开啊 关啊 开啊 关啊 关到下面有个缝 那他弟弟呢 他的哥哥就变成蛇以后 就爬到那里 结果呢 因为他的比丘 常常出去脱坡嘛 走来走去 哎呀 又给把他的呢 哥哥给碾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又投胎 变成更小的蛇 像青竹丝一样 更毒 这时候呢 死了以后 他更要抱负他 然后呢 他就爬到屋园上面 有一天 这个幽婆斯比丘 在那边打坐 那他叫阿罗汉呢 他当然知道 哥哥已经来了 哥哥本来要杀我 没杀成 变成大的毒蛇 大的毒蛇 现在变成小毒蛇 他就在屋顶上 那他知不知道呢 他知道 他说好吧 哥哥你要杀我 我就满你的愿吧 这一刹那之间 他就在那边打坐 那他呢 上面的毒蛇 这样 一刹那之间 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 哎呀 沉在他脖子上 就咬 那他毒很深 所以他就倒下去 那幽婆斯比丘呢 中毒呢 他隔壁呢 是刚好是 摄利佛尊者 他就呢 喊摄利佛尊者 摄利佛尊者 我中毒了 摄利佛尊者呢 就赶来的 哎呀 你现在中毒了 怎么办 不如赶快把你的身体 移赶快出去 比丘可以救你 我们去见佛吧 他说不用了 这是我的业 我该了了 我得面累 然后他自己就念了一段经文 类似于心经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 亦父如是 所以他能够在病苦当中 观察身体是假的 般若波罗蜜 那当摄利佛尊者 跟其他的比丘 赶来把他抬出去了之后 抬到外面的时候 啪擦 全部身体就碎了 碎了以后 当然他就死了 就投胎了 这时候这个比丘啊 色利佛就很难过 就跑去问佛陀 佛陀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丘啊 优伯斯比丘啊 他住家不很长 可是他很精进啊 他就立刻这么这么快 震到了阿罗幻国 为什么他会被毒蛇咬死呢 佛陀在回答他之前 就长话短说了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辟之佛 住在山洞里 有一个人打猎 打猎 打猎你们的动物里面呢 有很多天上 有很多鸟啊 他用网啊 剑啊去 结果呢 山上打坐的辟之佛有神通 他知道有一个猎人来了 所以他故意呢 就把脚拿起来 动动动 大地六变震动 所有的鸟啊 跟野兽都跑光 跑光了以后 那个猎人呢 就没有打到 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气了以后呢 他就呢 称心就对这个 射利佛 对不起 这个辟之佛 非常的不高兴 他说 我今天要打猎 就是你来干扰我 所以他非常生气 一念之下 他真的起了称心 这个猎人呢 就用剑啊 射那个辟之佛 结果被他射中了 射中以后 可是辟之佛有神通 就飞到虚空里面 然后一刹那之间呢 就变得很多神通 他说 哎呀 这个人不是土东人 所以一刹那之间 糟糕 我一定杀了一个圣人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忏悔说 我跟他忏悔 希望我将来 也能够修行 遇到善知识 也像这个辟之佛一样 能够修行 能够成就这么大的神通 广度众生 后来辟之佛呢 他因为身体中了毒箭 然后就消失 然后进入无欲涅槃 而这个呢 放箭的这个猎人啊 最后又堕入了地狱 堕入地狱以后 出来做人啊 五百世 每一世啊 都是被毒死的 即使证到了阿罗汉国 还是会毒死 佛就会说 你知道这个猎人是谁吗 就是优婆斯比丘以前 他今天虽然证了阿罗汉 还是逃不了自己的恶业 所以 可见 修行啊 是很不容易的 我讲了这么长的故事 师父追到几个 第一个 他呢 是怎么样情况出家呢 其实啊 他跟自己的嫂嫂结婚 是被迫的 那情有可原 可是呢 当他知道 哥哥要来追杀他的时候 他生理强烈的恐怖心 就是出离心 然后他去找了佛陀 佛陀用神通 接受他出家 所以他就依佛的四念处修行 一个礼拜 他就证到出国去夺华 两个礼拜就证到阿罗汉国 所以可见呢 佛在世的时候 弟子善根都是很深厚的 你要靠自己用功的修持 可是纵使用功的修持 你还是敌不了业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是当猎人 杀过 所以他五百世在转世的时候 每一次死的时候呢 都是被毒死的 所以因果是丝毫不爽的 可是这一世 是他最后一世 毒死完了以后呢 因为他已经证了阿罗汉 所以他死了以后 身体虽然消失了 但是他却进入了无余涅槃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故事 是希望告诉各位 修行真的很不容易 不论在家出家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啊 你得要有长远心 清静心 真上心 坚固心 跟精静力 修行不要放弃 修行其实都是多生多节的 也都不是只有仪式 各位得了人生 在新加坡也很有福报 然后听闻很多很多的 善事是讲经说法 也不是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觉得呢 你也应该像这样的 佛在世的这些弟子 跟我刚才讲的故事一样 勇猛精进的修持 好 今天的讲经就讲到这里 我本来想要回答问题 还可以吗 还是要结束了 结束了 好 因为明天大家还要做工 那有些问题呢 是很不错 希望注意听 师父真的很尊重你的问题 我也很慎重 希望你要修自他交换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呢 就像海浪般一般 有些很私人的问题 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五月 我真的会跟你联络 然后有些问题 假如你问得很好 但是跟经文有关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会保留到 part three也会继续回答你 所以希望你能够体谅 那你不要觉得说 师父你叫我问问题 我写了问题 你又不回答 不要这样想 希望你要起慈悲心 去体谅所有的人 我回答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很好 在念佛跟念经持咒的时候 一 我是一边念一边观呢 或者我让我心跟头脑 都是空的呢 两个方法都可以吗 答案是两个都可以 那我的母亲说 她念经的时候很专心 脑子跟心都是空的 所以我还是做不到 念经的时候还是散乱 没关系 我把心放在正念上 但是没办法 一心两用 该怎么做 慢慢来 不要急 你的母亲讲的是对的 一个你可以边念边观 念普贤行愿品 一个呢 你可以身心脑子都放空 这两个都对 另外有个问题 我公开先回答 有个脸友说 师父你给我们讲义里面 有一个寄送 叫所有礼赞供养福 还是所有礼赞供养佛 答案是两个都对 谢谢你提醒我 我对过经文 大政杖的普贤行愿品 也有不同的版本 我真的去查过经文 所有礼赞供养福 比较恰当 因为他是讲 所有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的 所有的供养的福德 我都回想 当然有些经文说 所有礼赞供养佛 也是对的 你这位脸友很细心 不过你放心 师父没有打错 谢谢你的建议 然后若你有看到 任何打字的错误 当然我会非常的感恩 你也能够提醒我 最后我还是打扰一分钟 说一下感谢的话 我有个作业 请大家在part 3的时候 要先预习36页到42页 下一次我经文 就会讲得更快 那这次我也真诚知道 有些新的联友 师父能了解 但是我还是希望 新的联友 你要把part 1 DVD 重新看三遍 我说过了就要求 希望你也能够去遵守 为什么 你不要让我师父 显愤怒相 然后考试 然后检查 然后再赶你出去 我想我不想用这种方法 但是因为你不听 我说一句真话 不要生气 全世界人都听 我们上网的录音单 也有些联友说 师父你真实在是 婆婆妈妈的 这么多人问的问题 都是一样 又是骨灰 又是流眼泪的 怎么你都一直重复答呢 也有联友建议我说 把答的问题 重新烧一片光碟 我觉得这个建议也很好 因为大众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所以你不听前面的话 后面你真的会干不上 我是很慈悲 但是我也会有要求 所以这一次讲座 没有听三遍的呢 要再回去给我听 否则有些东西啊 我都在讲前面嘛 对不对 多听几遍总是好的 所以这次请各位预习 三十六页到四十二页 第二个就是 这个讲座完了以后 在一楼电梯旁边有海报 我会呢 下一场在宽记念佛堂 从四月十六号到二十一号 我会讲地藏法门 我已经非常的用心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也不用睡了 我的讲义呢 快要做完了 我做的也跟观音法门一样 到时候你会看到 真的会吓一跳 是不是真的是很用心的 我不敢说我是最好 但是我真的很用心 因为法是很尊贵的 那接下来 我会五月份到马来西亚 红法 那目前公告还没上网 三天以后 你才上网 会到先到 Johobaloo JB 讲南传北传藏传的三个道次第 第二场在居栏 讲普贤十大院前六院 第三场在吉隆坡 讲显密人容观音法门 所以若你有朋友 亲朋好友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话 欢迎他可以去听闻佛法 至于你个人私人的问题 我刚才说过 师父真的很真诚 我也礼尽诸佛 会处理你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三宝 感谢敬明佛学社的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跟全体干部 他们非常的用心 虽然大会人越来越多 他们也很伤脑筋 但是很用心 光厕所的问题就很苦恼 但是他们还是很用心的 有这么庄严的道场 让我们全程录影 让你能够复习 又能够利益其他的众生 还能够上网利益全世界众生 所以我们给敬明佛学社主席 跟全部干部热烈的掌声 鼓励一下 谢谢 师父也忠心祝愿 他们将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的功德 无所求 真是无量无边的 师父真的很感谢 我是很真心说的 然后最后呢 我也要感谢每一个人 因为你每一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 假如大殿很庄严 椅子都排满 没有人来 那我怎么办 只好像古代 身功说法 玩石点头 那我要摆很多石头在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有这么多人呢 有些人全部参加了 有些人呢 也因为要照顾家人 要做工 很辛苦 师父都能体谅 你不来 并不代表你不想学佛 所以我跟主席商量 能够全程录影 然后呢 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 的确像现在 Part 1已经上网了 全世界人都在听 《显密人中观音法门》 全世界人也在听 《宽纪念佛堂》的 阿弥陀佛48大院 真的真的 全世界人都听 这不是我的力量 是三宝的力量 所以我要说的是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给自己一个 热力的鼓掌吧 好 最后我们念一下 回向文 因为是最后一天 好 我们还是念一下 请看第八页 念极乐世界回向文 再打扰一分钟 也请看幻灯片 希望你听完经以后 不要忘记 你的菩提心 不要小看 就像太阳日出一样 万丈光芒 在家出家 一起发广大的菩提心 乃至于我们 一起发愿回向 那个力量 就像蓄日东升的太阳 对自己 对家人 对一切的众生 都有无量无边的利益 好 请合掌 虽然时间已经 12点25分 但是我们把这个 发愿文给 不是12点 对不起 抱歉抱歉 师父有点头晕了 不要是该睡觉了 对 10点25分 对 好 请合掌 好 心静下来 观想 所有一切 有缘无缘的众生 都一起来发愿 也希望我们将来 极乐世界见 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立了一切众生戒 彼佛众会显清静 我时余生 灵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忆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变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似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这是法会吉祥圆满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